2014年9月22号有百个时事为你整理各家评论 雪州大成人选这几天来再次成为各方的焦点 青州日报言论专栏若有所思作者林明华在文章写道 如果获选的是阿兹敏 明连三党即使接受也是委曲求全 风波或可暂停 但却埋下公正党内部分裂可能会恶化的隐忧 如果跑出的是一党人选 冲击将会更大 最大可能是公正党和行动党向新任大全投补信任票 这么一来明连三党将正式宣告决裂 值得正视的是一党主席哈迪阿旺在一党代表大会上 总结辩论时的强硬态度 直指两名一党成员签署法定宣誓书 力挺望阿兹沙出任大臣是帮凶 并怒斥公正党收买了这两名州议员 总之不管最后大成人选是谁 雪州的政治危机都不会由此结束 反之新的一轮政治博弈将由此开始 《中国报言论》专栏《随民随主》作者陈元凤 认为这一次的雪州大成人选 终于把明连的平衡彻底打破 明连三党内各有算盘 蒙党之间有无法妥协的利益冲突 最致命的当然是伊斯兰党建立伊斯兰国的理念 如果三党同心 雪州大成人选不会如此一波三折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 到最后大家都搞不清楚 信任雪州大成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 选民的投票还有意义吗 这还是多数党领袖吗 有野心的议员是不是可以不遵循民意而绕道走 如果以后每个州大成人选 都要经过这一番折腾 我国民主还存在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